大家好,我是刘真 今天还好吗?3月22号 继续我们的张宋文的故事系列 这个之前呢,提过几句 就是张宋文和普通话 张宋文在入学的时候 他的普通话之差 是令人发指的 他自己也调侃自己的普通话 就说的北方人根本就听不明白 这个有些段子我以后可以再跟大家慢慢说 他入学的时候呢 他老师对他这个普通话就有点意见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考上的 你这个普通话这样 可能确实是在其他方面比较强嘛 然后呢,他老师就跟他说 你自己去练 如果过不了普通话等级考试 你就直接退学 当时可能是学期刚开学嘛 9月份刚开学的时候 普通话考试是在第二年4月份 就说半年时间如果你练不出来 你这个普通话你就拜拜吧 所以张宋文就急眼了 就每天都去练 早晨去练,晚上也去练 早晨他还是班长 还得带着大家出草起来练早智 然后之前也说过 他练着练着练了一个多月 每天有一个这个女生跟他风雨不改 在他旁边练 那个女生呢,就是他的师姐海青 那女生有天过来跟他说 你这样练不行啊 你这一个多月也没有什么变化呀 所以张宋文又开始琢磨自己的普通话怎么练 他找了自己很多的技巧啊 自己想了很多小办法 包括拿那个石子的小石头洗干净 洗干净的含在舌头里头 专门去练自己的这个卷舌音 这也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小的技巧 然后后来呢 他这个半年的时间 真的就让他给练出来 以前这个平卷舌音 他分不出来啊 南方人他分不出来 后来也都练出来了 然后还顺利的通过了普通话考试 现在你在听他的普通话啊 就像狂飙里头听他的普通话 是确实是跟北方人这种 尤其是北京人这种纯舌 无理比较绵软的 这个说话比较轻比较溜的这种方式不同 但是也是非常清晰的啊 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了 而且张宋文的台词功力非常的好啊 声音清晰 然后吐字也特别准确 你就能听得非常准 即使底下没有字幕啊 他说话你也都能听得非常的 非常的准确 台词对演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功力 昨天的视频里我也说了 为什么王志文这个 是中国顶级的男演员 他的台词功力是圈里头公认的好啊 就是同样的话在 他说出来 你就听得特别清楚 听得特别舒服 张宋文在这方面也是 非常的厉害 这不就不光是天赋了 他后期的苦练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他自己这么多年来啊 在普通话上下了很多的功夫 那到后来呢 在他这个袍组啊 当龙套啊 当助教了这些年代里头呢 他就变成了一个导师啊 他就可以教别人去说普通话了 因为他在这方面很有心得 大家呢也有口戒备的相传 他最出名的这个教普通话的学生 就是香港演员钟汉良 钟汉良 大家应该都认识帅哥啊 我异度以为他是台湾演员啊 因为他的那个 现在那个普通话说的有点像台谱 但其实人家正人家是正儿八经的一个香港人 然后阻击广东啊 就根本不会说普通话 跟张总文当年一模一样 北上来大陆发展的时候啊 接了一部戏 因为之前他们接很多戏呢 就是香港演员说粤语 大陆演员说普通话 然后后期呢 大家这个在在配音 然后现场表演的时候 就是就是鸡通鸭讲 你明白吧 你听得懂粤语的好 要听不懂粤语的 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就跟对面说英语 你这边说汉语啊 大家各说各的 后来钟汉良也觉得啊 这个这样交流影响表演 然后正好呢他又接了一部戏 人家要求最好是用普通话对白来录制 所以他就让他经纪人去找着老师 经纪人找到了张宋文 去教一下钟汉良 然后当时呢 给张宋文的时间非常之短啊 说还有十天就要进组了 钟汉良的这个这个普通话 当时还是基本上什么都不会说 用张宋文的话说 就是跟我当初是一样一样的 但是人家这个活找上来了 有钱不能不挣啊 十天就十天吧 所以张宋文就使出了浑身解数 当然他这个浑身解数 他不会在这个呃 这个节目里透露的 然后当当时采访他的这个主持人就说 你是不是也教他含含石头 张宋文说没有 我有很多新的招 但是具体是什么招了 他也没说 他说我当初含石头的时候啊 这招是有用的 我都因此吞掉了很多石头 我吞了很多次 咽了很多次啊 所以他教别人就不能用就不能用这招了 这招是万一出事呢 是吧 所以他肯定还有别的招 人家现在也是教表演的 这也是一部分吧 人家等于这是人家课程的一部分 人家也不能公开说 我有什么什么招 你去怎么怎么练 反正他有招 他用十天的时间 就把钟翰良练的 基本上可以用普通话去对白了 我现在真的听了这个都 我都觉得很神奇啊 我要是这个普通话不行 我也想抱他一个班 我看看那十天半个月 能不能把普通话练出来 然后钟翰良在后面那部戏里 几乎就是全程的普通话对白 当然可能有些生影 据说啊 这个导演说 有好几场台词比较密的戏 钟翰良完成的非常之好 甚至后期都不用再去修正啊 再去改 再去培音了 所以我就觉得张吞文在这方面 还真是有两下 钟翰良 你想他一个老广 普通话真的是不行 结果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居然就能进组去演戏 所以张吞文在普通话方面的这个造词啊 就是造词造诣啊 这方面的造诣肯定是有两下子的啊 就是怎么学好普通话 我挺想知道的 但是他不会公开透露的嘛 你们要谁知道 你们告诉我一下啊